Hello 大家好,今天又繼續回來玩Minecraft 隔了一段時間後又想玩Minecraft建築物 所以再開來玩 這次不是普通沒有MOD,我有裝了MOD 但裝了什麼MOD我就不太記得了,應該是幾個禮拜前 這東西發生什麼事 為何我自己開地圖也很適合 這裡一開始就是這個叢林度,也非常大 其實我不太喜歡叢林區 因為叢林區太多樹很密集,我不太喜歡 所以我決定會去一些海邊的地方 還有最主要...嘩! OMG 其實最主要是玩Minecraft想建建建築物 建建建一些比較漂亮的建築物 進修一下自己的建築風格 雖然我建築風格也非常強 就只是建建一間屋 今集就建建一間屋 這樣的屋就非常醜 但也想再在這方面鑽研一下建屋技術 所以就想玩這個minecraft 另外會建一些什麼建築呢? 我大概會建一些類似香港的房屋 或者是...我暫時有個構思想建一些香港的街道 例如我自己有個看法就是想建這個鴨利洲那邊 即是鴨利洲那邊有一條很長的橋 鴨利洲橋 那一邊其實我也想...第一步先建那邊 即是先建鴨利洲然後再建一條大橋連接著 暫時就有這個想法 不過要建一條大橋的話就需要一個... 需要一個...什麼呢? 一個...一個海邊...又不是海邊 簡直是大海的地方去建 因為如果你在陸地上很難建造那個效果出來 OK...那...先建一個鴨利洲 而且在松林教體就會超窄 現在就順很多了 FPS穩定很多 石器時代 先掘一點點...鴨利洲 OK...好... 然後立即建一個石膏 這裡不用想了 立即進化 武器升級...這個防具升級 是不是防具呢? 道具升級 好... OK...然後我們就立即建一個... 佛...佛木的斧頭 欸...傻了 好... 而且我這裡有裝佛木的 所以...應該就很快就可以打垮一棵樹 好...準備試一試 對啦...很明顯 你看到它掘得這麼慢就知道一... 待會就會爆了整棵 這些才爽的嘛 尤其是掘這個更爽的 爆下來那一下 但是掘一顆應該都要... 分野兩分鐘 你看它的紋路...爛得多慢 因為如果正常的話 佛木是非常繁忙的工作來的 真的又要踏高啊 然後有時候玩些樹又有問題 嘩... OK... 基本上一下子已經爆了樹下來了 這裡 好了...掘完一棵樹之後 已經有1set多的一些叢林木了 基本上我們可以現在走了 因為...有了資源 然後我們就要找一個地方 找一個... 找一個地方就比較多水 多海一點的... 嗯... 地方啦 咦...這裡有可可豆 拿起來吧 可可豆 因為可可豆這些... 又是可與不可求的 這些... 通常都是要有叢林才會有可可豆 如果沒有叢林的話 不用知道有可可豆 嘩...這個... 看看怎樣開地圖 嘩...開到了 嘩... 嘩... 沒有一個大海啊 全部都是...有海 但是它不是什麼 它不是一個大海 它是屬於一個湖 對了... 一個湖破這樣 不適合我的一個要求 我的要求就是要一個...大海 這裡有煤 哈哈... 走一下...突然間掘礦 沒問題啦 看到有什麼就掘什麼 這些就是辛苦態度 好... 有什麼就立刻開掘 辛苦態度 嘩...有羊 羊用不用 但我沒有鐵 會不會這裡突然有鐵呢 嘩...這裡有這麼多隻羊 人家在死 對...我要的就是羊毛 嘩...嚇死了 爆擊它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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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目標就是三個羊毛 就可以起... 嘩...很多...很多羊毛在下面 三個羊毛就可以起床 床都...都算重要的 對了... 對了...忘記設定難度 通常我都是玩最難的 當然還沒去到極限 如果極限的話...第一集就沒有了 大家只會看到一集 超快又... 史上最快完結的一個系列 如果是極限的話 好...我們已經掘完了 下面又有煤 OK... 我也要掘上去吧 這麼大塊沒理由不掘的 白色床 只能在晚上 現在還不夠晚上 是不是玩啊 我現在還不夠晚上 天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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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厲害 那我先掘一下東西 那唯有... 沒辦法 既然你說未天的話 那我唯有不睡著 欸...睡得了 甜美的夢 好... 這個... 進度達成 立刻砍了一些木 砍了一個工作台 還有這張床 好... 繼續出發 其實這裡弄一張床 沒有一點 這裡流出去可能有機會出到大海 所以我決定這裡弄一張... 弄一張床 弄一個船 弄一隻船 完 不用了 這裡有煤 但不管了 因為現在已經沒什麼血了 沒有什麼飽食度了 所以不要... 不要浪費時間了 我們馬上游出去了 咦...這裡有東西 這個也是可以不可及的 大佬 行行行行行 好... 好... 然後馬上游出去了 不用想了 那我找了一個甘蔗 就夠了 因為遲些可以不斷生 這些蘑菇都不用了 咦...有了有了 開始流入大海的位置 但是它依然有很多綠地在這裡 咦...這裡出去好像有 咦...什麼 蜜蟻魚 蜜魚 這些嘩嘴的聲音挺好聽 之前沒什麼留言 有這樣的聲音 咦...有了有了 大海 正 我就是要這個了 好... One Piece 好... 外面又有一個大島 外面那個是沙漠 對了... 有沙漠也有這個... 這個草原 咦...這個草原大不大呢? 咦...這個草原OK的 這個... 這個草原OK 這個草原可以給我蓋東西 這個其實不算草原 這個算是沙漠那些地形 那它就隔了... 你看到那個地圖 它隔了兩個島 其實這個島很完美 老實說 這個島如果作為我這個... 我蓋的一個香港城市 其實這個位置是非常之好 嘩...還有豬 OMG 最重要的就是豬 如果沒有豬的話呢... 什麼都成不了事 好... 首先... 我們就蓋個... 怎樣蓋法呢? 嗯... 想想... 隨便找個位置建一間屋先 隨便找個位置建一間屋 之後再決定 好... 那... 都是... 大師級的... 其實我有看過上網看過別人的建築風格 看看我可不可以學到一些東西回來 因為我偶爾都會看Minecraft人建的東西 有些什麼... 嗯... 建的豪宅啊 或者一些... 很小的房子都建得很漂亮 那我就試試看可不可以做到他們的效果 其實他們那些都很厲害 他們那些是用一些樓梯去進行一些... 一些層次 那我就看看可不可以做到 那我首先... 呃... 哈哈 哈哈 真的要命 想想一下 這裡... 嗯... 建一個階梯先 這裡 OK 階梯 然後就這樣再沖一層 咦 好了 這裡已經錯了 不要緊 好 暫時先這樣 然後呢 其實這樣也不是很漂亮 我想我可以多做一些樓梯 咦...樓梯夠不夠 看看 對了 人家... 我看到一些人是這樣放的 這樣就會變得好像很有層次 看來 真的不會變成正方形 我覺得這個很好 這個建築風格 其實是不錯的 對 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學到一些新的建築風格 啊... 就這樣了... 非常漂亮 但是完全沒有出來 那個形 那個... 屋的形狀也沒有出來 但不要緊 我們可以慢慢做 先看看 我再上一層 感覺這裡不夠高 嘩... 嘩... 如果... 如果有... 如果有發木的話 其實真的方便很多 方便在於呢 你不用經常發... 不用經常發木 發木很麻煩 好... 這麼高應該差不多啦 然後呢 這裡... 一定... 這裡馬上錯了 馬上做一些蠢事 先... 咦... 就這樣了 咦... 那邊馬上錯了 那邊... 不要緊 咦... 就這樣了... 就這樣了... OK... 放在這裡... 這樣? 咦... 其實這樣也可以 然後這樣弄一槍 這樣可不可以弄一槍 用這些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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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要弄走 嘩... OK的 這個槍 雖然不是很適合高度 咦... OK的 嘩... 我覺得我看完那些... 影片之後呢 看完別人的建築之後 我覺得真的... 升級了很多 升級了很多 我覺得我自己的建築技術 簡直是堪稱完美 嘩... 這個洞... 太高了 這個洞... 這個洞... 這個洞太低 我這個地板太高 對了... 不過不要緊的 我們這些... 可以再改善的 雖然看起來不太完美 但都可以繼續改善的 咦... 等等... 那邊怎麼建的 又不記得怎麼建的 底是還... 底是正方形 然後呢... 這裡... 等等... 這裡要弄... 這裡... 這樣... 哦... 對了... 這裡又這樣... 這裡又再... 這樣... 唉...錯了 又錯了 其實很麻煩的 這塊東西 搞定了 這樣是不是完美呢 這個洞... 這個洞是不是太小了 不過不是 其實這個位置是剛剛好 對... 其實這個位置可以的 我看... 哈哈... 咦... 這間屋有很多洞洞 三個洞洞 旁邊看 旁邊看有三個洞洞 不要緊的 不要問題啦 好... 用一半木來做蟲 然後... 這裡... 咦... 我記得我弄了一些... 咦... 一些傢俬的 我一會兒可以試試玩一下 OK的... 會被人打 應該會的 如果這裡有掛應該會打到進來 咦...不是我這個做入口就好了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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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簡直聰明了很多倍 我覺得看完那些影片就... 哈哈... 馬上聰明了幾十倍 嘩... 但是... 但是... 這間屋有點奇怪 嗯... 好...我們不理那麼多 先起了個... 咦...先拿一個工作台進來 嚴格上來說這間算不算是屋來的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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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先啊... 那些東西就放在... 這裡啦... 跟著... 箱... 弄兩個箱啦 兩個箱就放在這裡啦 然後一個... 熔爐啦 熔爐就先燒一下東西啦 先燒一下羊肉 先... OK 然後看看還有什麼要弄先 要燒些沙 對啦 要燒些沙 來用 但我沒有沙 所以呢... 還要找個石砍出去砍砍沙 但是已經晚上啦 夜已漸昏暗 挖一點點啦 不要說太多 一點點就應該足夠 其實這個入口也不會太好 不行不行 這個入口不太行 轉一轉位 OK 咦... 但是... 但是這個位是剛剛好的 啊... 那唯有在這裡進咯 唯有在這裡進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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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裡頂住了咯 不行了 這樣退一格 這裡啊 這裡上來 哇... 哇... 很暗 馬上... 一沒了食物 沒了燈光之後 馬上暗到呢 暗到什麼都看不到 嘩...漂亮啊這個 會不會有鬼呢 還有怪出來 好啊... 好啊... 那我把床呢... 就... 這裡其實都要整整 嗯... OK...OK... 這樣睡... 我... 挺怕頂多個頭啊 好啦... 之後這裡呢... 就... 燒些沙啦... 兩顆門 OK... 那... 這裡呢... 就... 怎麼弄啊這個位置 這樣啊... 咦...這樣也OK啊 這樣也OK 咦...不夠了 嘩... 挺漂亮啊 真的... 真的不說得笑的 真的不說得笑的 真的挺漂亮 啊... 果然進修了是不同一點的 看了一些影片 轉演過是不同一點的 嘩... 但是... 但是... 突然有沒有窗簾報啊 好殘眼啊 先看一看 這裡... 這裡要伸出去 這裡要怎麼伸出去呢 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好像挺噁心的 嗯... 不太行 看起來就不太行 但是... 都可以改改的 先吃點羊肉 辛苦了一整天 是時候先吃東西 充一下機 先看看 如果是這樣呢 我這裡先加火把 暗到這樣 嗯... 現在看看有什麼 傢伙可以用 我... 傢伙有什麼啊 真的... 我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有什麼傢伙 有什麼傢伙 我這些啊 撐木耳這些 欸...有椅子啊 OK的 弄一張來玩 重林木耳 好像很貴 弄一張 其實這裡呢 只要放一張桌子都不夠位 我都夠的 其實 這樣 坐起來 再起床 再起床 然後... 飯桌有沒有 有啊 重林桌 哇... 哇... 完美 這裡還可以放東西 石鬼? 岔木櫃? 哇... 很棒啊 好像... 弄一個來看看 重林櫃 我要弄一個 重林櫃 重林櫃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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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這些啊 哎呀... 要重林木的木啊 既然我們立即中 立即中一棵在門口 沒有骨粉 沒有骨粉 好啦... 暫時玩了這麼多 你們買卡 其實挺過人 這間屋其實我算是... 挺有特色的 挺有特色的 一間屋 一間屋 這裡又可以看出去了 咦... 有把劍的 好啦... 我們不管這麼多了 接著就... 有些洞洞可以看東西 又可以坐 基本上是堪稱無敵的啦 雖然好像很弱智 好像很迫 但是都還好啦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我覺得是... 挺好 挺好看的 真的在我建屋裡面 這一間應該是... 都算是還可以 之前有間城堡的 我之前 之前建過一間城堡好像 但是... 好像是荒島生存 不是...荒島生存好像是屋 好... 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次繼續... 去... 建建一些建築物 連買幾個小島 好... 今集到這裡 下次再見 喜歡的記得按LIKE 記得幫我按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